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罗姆尼 星期二在伊利诺伊州的初选中 令人信服的取胜 从而扩大了他在共和党内 争取总统候选人提名竞争中的领先幅度 详情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目前所有的选票将近清点完毕 罗姆尼赢得47%的选票 大大领先于他的主要对手 前参议员桑托勒姆 桑托勒姆获得35%的选票 这位前马萨诸塞州的州长 星期二在芝加哥发表申请演说的时候 大声疾呼 白宫要换一位新的领导人 我们知道奥巴马的愿景是什么 我们已经在他的愿景下过了三年 我的愿景跟奥巴马非常非常不一样 我看到在美国这片土地上 我们的孩子的前景 会比我们过去在生命中 曾经享有的那些梦想更美好 追求成功将会使我们团结起来 而不是造成分裂 桑托勒姆在宾州对支持者们说 他致电罗姆尼 祝贺他在伊利诺伊州取得胜利 桑托勒姆表示 这场选战的主轴是自由 这场选举 攸关美国的基本价值和最根本的基础 不只是关于谁最适合统律华盛顿 或是谁最能整顿经济 我们不需要一位经理人 我们需要一位领导者 将政府连根拔起丢掉 解放美国的私营部门 这才是我们需要的 另外两名共和党参选人 金里奇和保罗远远落后 罗姆尼在伊利诺伊州的获胜 又一次推动了他的竞选 他一直未能得到宗教保守派选民的支持 他们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争中 强烈支持桑托勒姆 但是罗姆尼的竞选活动资金充足 组织的较好 这些因素使他对桑托勒姆占有优势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前美国官员20号说 中国领导阶层对于一党统治 能否真正维持稳定 会有更多讨论 而新的领导人是否展开政治体系改革 值得关注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湘 张松霖的采访报道 中国总理温家宝上星期有关政治改革的谈话 星期二在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一场 组谈会中引起讨论 前美国驻华大使瑞肖简说 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所深信的 共产党一党统治才能确保稳定 稳定才能确保经济发展 似乎出现了改变 新的领导人是否会展开政治体系的改革 值得关注 瑞肖简说 新的领导人很可能会以不同方式来实验 如何维持统治的合法性 其他国家大多经由某种程度的选举过程 确立政权的合法性 这会带来真正的问题 因为中国并没有实行这种制度 因此当问题发生的时候 不管是经济上或是社会不稳 中国政府面临的问题是 如何维持政权的合法性 温家宝14号在两会之后的中外记者会上说 经济发展产生了分配不公 贪污腐败等等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 就要进行经济以及政治体制改革 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温家宝还要求重庆市政府 就王立军事件进行反思 瑞孝检表示 中国内部高层担忧 王立军事件在国内外伤害了共产党的形象 瑞孝检认为 美国对这起事件处理得宜 他说 在我看来 美国政府的处理完全正确 美国守口如瓶 避免产生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印象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 张松林的采访报道 美国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板 征收少量惩罚性关税后 中国方面星期三对此做出不同的反应 新华社指出 美国宣布的增收关税幅度小于预期 并说这一决定反映了某种程度的理性 但中国产业界官员表示 对美国的这一决定深感失望 加拿大太阳能公司的中国公司总经理 曲小华就是其中之一 曲小华在中国中央电视台节目中说 他认为这一决定不公正 不是一具事实做出的 在美国这一决定被视为 美国太阳能板制造厂商的挫败 他们一直希望征收至少10%的惩罚性关税 但是华盛顿星期二宣布的惩罚性关税幅度 将在2.9%到4.7%之间 法国警察突袭了图鲁兹的一所住宅 一所犹太学校致命开枪事件的嫌疑人在那里躲藏 法国警方逮捕了这名嫌疑人的兄弟 警方说目前仍在包围那所住宅 法国内政部长盖昂说 这名嫌疑人自称属于基地组织 并表示他要为在中东被杀害的巴勒斯坦儿童报仇 枪手被指称星期一在图鲁兹一所犹太学校 打死一名犹太教师和三名儿童 随后骑摩托车逃走 法国总统萨科奇和总理菲勇 参加在巴黎机场举行的简短悼念仪式后 受害者遗体被飞机送回以色列 将于星期三安葬 中国人进入美国大学学习的数量正在创下记录 但是录取部门的专家说 这里面的许多学生通过不正当的入学中介机构 帮助他们在申请材料上造假 菲利普·巴林杰是美国全国大学升学顾问协会 组建的一个委员会的主席 他说许多中国学生虽然不是大多数 申请美国大学时雇佣中介机构 帮助他们通过复杂的申请过程 但是巴林杰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些机构的做法往往超出了传统升学咨询服务 有时他们会填写申请材料 用毫无瑕疵的英文代写短文 甚至帮申请者篡改高中成绩 巴林杰说 有些情况中学生和家长支付给升学机构过高的费用 他说另一种情况是 一些美国大学竟然会鼓励 每录取一名学生 就支付给中介机构一笔佣金的行为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